你知道我來離心什麼嗎 日前被譯證人身份傳喚 鏡週刊再爆料 基隆副市長邱佩玲是民眾黨創黨元老 也是柯文哲神秘USB多筆金流金手人 2019年8月創黨前一週 柯文哲連續兩晚到他住處 被視為柯文哲重要國師也是閨蜜 2019年7月29 30號晚間 柯文哲坐車開到邱佩玲大安路住處 獨自上樓隨乎在樓下等候 大約一個小時由司機載回 週刊指出邱佩玲不只創黨時 幫忙募款 選舉時也協助柯文哲穿梭 企業人 柯文哲版本華登書上的媽媽 就是邱媽媽 每一次假裝是蘇啟兒的時候 總是會心軟幫忙募款 柯文哲號稱 他每一天七點半一定都準時開會 從來不請假 但他確實有請過假 就是為了去吃一頓早餐 當然就是邱佩玲約的 邱佩玲是國民島大佬 邱創患女兒 來迎政商關係好 2019年雙城論壇 陪柯文哲到上海沾線兩岸人脈 熱衷參與公共事務 會擔任基隆副市長 是由柯文哲引見謝國良 點頭促成藍白河 總統大選期間替柯文哲站台 邱佩玲談起阿貝的省錢印象 近日遭北檢約談後 傳出他曾向友人表示 兩人是好朋友 由於柯文哲常喊窮 才會替他向企業界勇人開口 自己並不是負責募款工作 只是勿交朋友 還是知情柯文哲金流 間調持續追查中 三首環城 我們今天也太暴動了